在过去的一年里,人们谈论了很多关于人工智能的话题,这项快速发展的技术已经研究了几十年,我们已经看到撰写科学论文、法律摘要和新闻报道的聊天机器人的面试,这让每位科学家、律师和记者都感到不寒而栗。 另一方面,一些人认为,如果使用得当,人工智能可以成为教育、新闻、科学和其他人类知识领域的一场革命。 FTC主席Lina Kahan最近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提供关键创新,但也助长欺诈和将歧视自动化。 针对人类是否应该担心人工智能的话题,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中心EMS与5月5日程邀该领域专家座谈,提供了了解人工智能真正含义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讨论了人工智能数据中的潜在偏见,以及在教育中有争议的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创意材料等技术问题。 ServiceNow Research研究科学家Hector Palacios致力于人工智能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推理和机器学习交叉领域。 他表示,人工智能就像工业革命一样,出现一个新的引擎发动机,这需要人们重新想象。 它涉及到数据和统计数据,而推断性数据也关乎犯错带来的代价和成本,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果对一个领域和主题是高度熟悉的,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于人类应如何应对人工智能,他指出。 因为我们有机器人可以使用信息,意思是,如果我有钱,我可以使用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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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使用信息。 Hector Palacio还表示,人工智能同时也会带来机遇,如会将重复性的任务自动化,把一些内容型的文本自动化,帮助向广告宣传方面的工作。 整体而言,需要人们共同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高级研究员兼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成人学习和在线教育研究项目副主任Chris Didi,首先讲解了人工智能的类型。 他指出 他指出 人工智能 他指出 人工智能 可以做很多人类不能做的事情。 他指出 人工智能 可以做很多人类不能做的事情。 他指出 人工智能 有解证判图 人工智能 做 人工智能 自动作为 方式 要ở els 没有 人工智能 但现在 你不练 关于如何去除人工智能的偏见 Kris Diddy说 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更像是镜子 映射出人们本身的一些偏见 消除其偏见本身就是消除人类的偏见 改进自身 同时也需要加强人工智能使用的防护 防止出现科幻电影那样的警告出现 机器学习博士 Responsible AI Collaborative的创始人 IBM Watson AI XPRIZE的首席技术顾问 和AI Incident Database的开发者 Shell McGregor 阐述了他对于如何使人工智能 变得更好 更安全的观点 他表示 Do not rest at believing that it's magic 最后 针对为什么认为人类面临巨大的危机 这一问题 专家们表示 有时候大家思虑过多 必须找到共同解决方案 重要的是进行努力 如果发现问题的话 要将问题重视 相关的负责人也能引起重视 只有对话和更多思考 才能适应当下正在变化的时代